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未来的亚太局势发展也挺重要的 所以我稍微聊两句 5月12到13日 美国拜登当局就请了东盟领袖到华盛顿去进行线下会议 最后缅甸因为是军政府他就没邀请 菲律宾大家知道不是刚换了领导人 现在领导人叫杜特尔特他任期快结束了 那么新的这个领导人叫邦邦马克思 我们通常叫小马克思 是以前那个马克思总统的孩子 唯一的儿子 那么菲律宾正在那个进行权力转换 所以现总统吧 杜特尔特就没去 最后呢是东盟十国呢是去了巴格 这个会呢应该讲规格还是挺高的 是吧 在白宫举行 然后是元首和美国总统对话 他还是真反映了这个美国对东盟的重视 那么以后也会是有影响的 说我们要重视 但是他到底影响有多大呢 也不要夸张 因为那个我看国内一些少数人比较焦虑 说完了完了 东盟以后丢给美国了 这个那个也没有必要 这个我们要重视 但是不要焦虑 这里我稍扯一点历史 东盟国家在六七年之后呢 就知道啊经济发展还是根本啊 一定好发展 到了79年 中国不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吗 这个时候经济上大家就有共性了 所以一个经济上有合作的基础 一个安全上有共性了啊 然后从90年代初开始 中国就跟一个一个东盟国家都建交了 跟印尼跟新加坡都建交了 有敌对是吧 变得现在就比较好啊 然后近年来呢 东盟和中国都有变化 东盟首先就是扩大了 是吧 由六国变成了十国 他把越老建和缅甸都拉进去了 那么扩大以后的东盟 更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更加强调这个地区经济一体化了 而中国呢 这个发展到今天呢 在经济上啊 作用越来越大 是吧 中国事实上啊 成了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也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们也 我们反过来也是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现在呢 应该讲 中国和扩大以后的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 比以前就更好了 当然中国东盟合作还是有很多障碍的啊 这个 比如说我们跟东盟内部 有些成员国还存在着岛屿争端 是吧 因为这 大家知道 这个南海地区啊 有四大群岛 是吧 东沙 中沙 西沙 南沙 东沙现在在我们台湾省手上 中沙和西沙在我们手上 但南沙是有争端的 对不对 但南沙呢 有四个东盟国家 跟我们有岛屿争端啊 是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来 另外有一个国家 印尼跟我们有那个化界争端 就是我们不是有个九段线吗 然后印尼呢 有个图库纳群岛 图库纳群岛 它的那个专属经济区 是在我们那个九段线里边的 所以跟印尼有那个水域这个不通吧 水域划分的不通 岛屿争端跟印尼没关系 所以我们跟东盟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然后东盟现在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处境 很多东盟国家这样 安全上我靠美国 但是经济上靠中国 所以现在东盟实际上是内部有一些问题 另外东盟成员国内部 他们自己也有一些问题 像那个你看 泰国和柬埔寨就有领土争端 泰国和那个缅甸就有民土争端 他们还是有一些内部问题的 尽管也就是这些问题 但是大的面上 东盟还是团结的 然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还是很稳定的 尤其是这个习主席提出 这个叫一带一路之后吧 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比起来就更好 又上了一个台阶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搞基建很厉害 中国叫基建狂魔 东盟国家的发展水平 称之不齐 有很多国家还是缺基础设施 所以我们互补性其实挺好的 那么这些年中国不是有些产业转移吗 越南这几年发展不错 越南相当一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了 所以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中国东盟关系从最早的敌对 都走向比较缓和到现在相当不错 这个就不得不引起 肯定会引起美国的注意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对我们政策变化 大家都知道 从17年底开始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了 自17年底把我们当战略竞争对手以后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变了 就是对中国政策是以竞争为主 美国就出了一个新战略叫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这个概念是日本提的 安倍首相提的 被美国接过去了 这种把它落实是特朗普 那么现在拜登也继承下来了 那么印太战略跟以前的美国亚太战略 区别在哪呢 就原来的亚太战略主要就是 美国加上它的西太平洋盟友 这里面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菲律宾 那么印太战略就把盟友全扩大了 把盟友全往西扩 就把东盟十国加东地问 就东南亚十一国吧 再加南亚的印度 这就比以前的亚太战略要 范围就更广了 前世人就更多了 那么印太战略目前应该讲 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 也是美国的全球战略 印太战略的核心概念 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 到印太而不是欧洲 第一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那么印太战略本身的 那个核心内涵呢 就是在巩固原有的西太平洋盟友体系的基础上 增加新的盟友 就是东盟和印度 那么现在他拉印度有很多办法 包括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CORD 就是四方机制 美日印澳四方机制 他已经有了 用这个CORD来拉印度 大家缺一个就怎么拉东盟 于是他现在就是要加强对东盟的工作 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美国东盟峰会 那么美国东盟开峰会呢 其实不是今天开始 13年 奥巴马时期就开始的 奥巴马就开始重视这个东盟了 他们认为以后中美竞争的关键就是东盟 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拉东盟 就开始搞年度的这个美国东盟峰会了 但是很有意思啊 他搞了几年以后不是来的特朗普吗 特朗普是彻底不重视东盟的 特朗普就是17年参加过一次这个东盟峰会 然后后来就不来了 这个到了那个特朗普下台 现在拜登上台呢 他要重解那个奥巴马的那个战略思路 又重新开始搞 处于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考虑 他必须这个抓东盟 处于落实这个印太战略 这个考虑 他必须抓东盟 然后就有了这个东盟峰会 那么这个东盟峰会呢 到底有什么成果呢 实际上成果也有限啊 那个 这应该讲就是美国的东盟态度啊 实际上战略上重视 但战略战术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本质上啊 美国还是把东盟当工具 这个有点看不起人家 居高临下啊 这就是这一次办峰会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啊 他二月份提出来要跟东盟搞峰会 然后呢 也没跟人家保持接触啊 他竟然三月份啊 突然就宣布三月二十八号 要开会了 然后马上就要请人家去 这人家气得不得了啊 知道吧 等于晚上六点临时通知 说六点半吃饭 那人家这个 你在北京 你半个小时赶不到那个地方呢 技术上他就做不到 知道吧 所以呢 结果三月份啊 三月二十八号的定那个时间 就去了一个东盟领袖 就是李显龙 就新加坡总理 其他都不去 后来呢 就是美国那个被人家批评了一下 后来就改了嘛 后来就开始商量啊 就是就定了这个五月十二到十三 所以这个会本身就不太顺 二月份定的要开会啊 知道没事 三月份你要单方面宣布 这个日程就太可笑了啊 好 好不容易五月二十二十三就开会了 结果呢招待不好 这个你看十个领袖去了八个 是吧 这本身就有一种问题啊 然后呢 这八个领袖去了以后呢 人家待了两天 十二十三 在华顿待了两天 拜登就给人家两个小时 就两个小时 其他时间就不管了 结果弄得很多东盟国家很尴尬 说主兵求我们吃饭 吃完还没吃完他走了 是吧 所以那个东盟好多国家吃好 像柬埔寨在红森呢 就跟那个越南总理啊 这个这个范总理 就是他们 他们就私下就谈了 另外就是内容啊 这个美国呢高调宣布 啊我这一次 美国东盟峰会要提出这个 IPER EF啊 就是叫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啊 结果呢 不了了之 提了个名词 说等一等啊 等我到那个 韩国日本访问我再宣布 那东盟国家还是觉得 挺受冷落的 知道吧 那最后就是落到金额啊 美国说承诺 我要我要要重视东盟啊 那个要要要提升战略关系啊 然后要加强经济合作 结果真给钱给多少 一点五个亿 美国很多专家都觉得不好意思啊 这是打发叫化 这都不至于这么一点钱啊 这个 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个会啊 这个会啊是开了 双方姿态也很高啊 但实际上效果是很有限的 那美国这一次开会 其实有个目的 要东盟国家选边站 就没有一个东盟国家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大家明确讲 我就是不选边站 所以很有意思啊 他开了这个会 也有助于未来 美国东盟关系提升啊 但是 这个实际上 美国没有打到 他选边站的目的 就逼迫人家选边站的目的 那么最后 谈谈其他的影响 就是他们这个会呢 是有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就是11月份的时候 11月份要开东盟峰会 美国这次会派人来 然后呢 在这个11月份会上 会确立啊 美国与东盟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就是反正口头上 要提升一下 然后呢 这个美国提的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 将跟那个东盟密切合作 他们做的这些承诺啊 这基本上是美国的 单方面要求 政治上提升东盟关系 经济上搞一个 印太 这个经济合作框架 拉东盟啊 那么东盟呢 不会拒绝 东盟呢 是这样的啊 是 都是 就是 中型国家和小型国家 他们呢 他的基本国家 就是在那个 大国之间搞平衡 尤其是中美之间搞平衡 所以哪一方给他 那个机会 他都抓 中国请他们参加 一带一路 他们参加 美国请他们参加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 他也会参加 但是呢 真正 他 他跟谁合作 还是看后面的实际内容 他不是看这个名词 看实际内容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 美国重视东盟啊 美国重视东盟啊 因为他的主因是为了对付中国 这一点东盟是有认识的 中国不愿意成为中文博弈的棋盘 不愿意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 所以美国拉东盟对付中国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是吧 那美国呢 现在 进行了这个会晤啊 那个 然后未来要提升关系 未来要搞一个经济合作框架啊 会对东盟有一点吸引力啊 但是 就实际效果来讲 我不看好 这个 东盟现在呢 手上机会很多啊 那个 比如中国的 一带一路项目 日本印度也有他们的计划 美国正在 马上要提出这个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嘛 这个东盟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直觉啊 东盟以后 会很认真的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他自己提出来这个东西叫RCEP 这个是东盟提出来的 那我现在已经成行了 就今年2022年1月1号成行了啊 这个包括东盟十国 再加中日韩 再加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个是地球上 规模最大的自贸区 人口23个亿啊 GDP现在得278万亿 比北美 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贸区大 比欧盟更大了 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 这个东盟最看重的 而中国呢是在其中 这个所以 结论大概是这样了吧 这个美国在拿东盟 东盟也有些积极回应 是吧 那么咱们中国要重视 这个我们对东盟啊要重视啊 要搞好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与东盟的交往啊 但是也是不要紧张 因为从各方面迹象看 美国这个动作啊 实际上效果很有限 因为它缺乏诚意 那个东盟国家被美国玩弄啊 然后甩了很多次 所以东盟也清楚 美国就以扎男子了 所以呢那个我的直觉这个美国如果说想拉东盟战队啊 要逼迫东盟这个站边美国然后对付中国这个图谋是不可能成功的 东盟基本上会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啊 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中立状态 所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吧 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 嗯 所以对对对对美国东盟的接近我们关注 那但是绝对不要担心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